雷尾聊四季 天天中跟星 大家好 我是雷尾 今天要來看日本人對上哥德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那最近的小新改辦已經結束了 那是這個阿拉伯還是有這種沙漠地形的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橘色 那橘色選擇日本人 日本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採礦地 還有這個魔防啊 還有這個伐木廠都是半價的 所以在一些特殊地圖的時候 如果這個路啊很多的時候 例如油木啊之類的 你就可以盡情的去插魔防 到處去吃這個路肉 那日本人呢這個前期經濟效果 其實發揮得還不錯 因為這樣就可以省下150木頭 那150木頭就會多灑一些田 甚至多出一個早點下兵工廠之類的 都是可以的 那日本人呢後期呢 是比較適合打強弩 跟這個步兵路線的 起兵路線稍微入了一點 沒有這個三級房 然後也沒有這個遊俠 那落馬也沒有比較好一點 沒有大落馬可以用 然後就一般清起兵 那所以日本的後期 還可以利用他的這個劍塔科技 這個劍塔的銀罐呢 點下去之後 還可以多射一發箭矢 傷害還不錯 用起來的話 控地圖是蠻有威力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哥德仁 那哥德仁呢最大的特色 是吃這個野生動物的時候 這個犀牛啊 還有這個駝牛啊 斑馬之類的動物的時候 有這個吃的時間比較久一點之外 攜帶量也比較多 而且打犀牛的傷害也比較高一點 所以在一些黑森林啊 或者是犀牛比較多的地方 或野豬比較多的時候 村民不一定要拉到非常多隻喔 才可以安全的吃犀牛 少量的村民喔 攻擊力就很高 隨意吃 那我覺得哥德仁最大的特色喔 是這個步兵減免的費用非常多 後期包一大堆的步兵喔 是非常強的 而且後期呢 帝王時代喔 還有210人口可以使用喔 比別人多了10人口出來 所以哥德仁喔 是比較偏向於打後期喔 前期會比較弱一點喔 但是能撐到帝王時代喔 他的這個 整體發揮喔 會比前期好上很多 好 那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 目前來看一下 那哥德仁這邊的黃金礦喔 在外面喔 哇這張圖是史詩級之爛 要打分數的話 根本是 零分啦 哇什麼都露在外面 就好像你走到大街上面 沒有穿內褲也沒穿褲子一樣 直接霸氣外露啊 哇什麼都露在外面 太扯了 你看這個你要這樣子圍喔 還要圍很大 然後連防也不好用TC連防 你的果子喔 勢必要這樣子圍 然後這樣子圍過來 防守成本會非常大的喔 然後這邊右邊再拉過來喔 左邊這邊再拉 好啦看起來還好 我還以為 我還以為這邊沒有木頭 我看錯了 哈哈哈 那這樣至少還有三四十分喔 我想說這個 如果沒有這一片木去的話 就是0分喔 哇這個真的是地圖超爛那一種 只有兩塊木去的話 那這樣看起來 至少他還有三塊木去喔 這邊還有這個可以圍 嚇死我 我想說阿拉伯怎麼會出這麼爛的地圖 因為之前阿拉伯地圖有大更新過 比較平衡一點 不會再出現這麼極端地圖了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日本這邊 日本這邊地圖黃金礦在裡面還不錯 而且果子也在 偏後面了 但是他的右邊這個位置喔 防守來說會比較難守一點 而且果子需要防的話也要很難尾喔 所以待會這邊可能是要插個木牆啊 稍微防守一下 會比較好一點 那可能這邊要直接圍到這裡 圍死喔 這個拉一條這邊防守 小圍一下就好了 畢竟這邊還要再圍一大圈的話 耗費成本會太高喔 這樣子圍這樣子圍 當然小圍一下用木牆圍一下就可以了 好那升到封建時代的哥德仁 已經點下了民兵 民兵走得出來 開始跟赤頭一起打這個魔防喔 那魔防呢一開始的防弱率是1防 那木牆是2防 所以打建築物是比較好的 那黑暗時代防禦更低喔 所以仙靠建築物是有好處的喔 攻擊比較高一點 好那日本這邊防守防得非常快喔 看這邊直接小圍一下 用木牆稍微圍下支援點喔 就沒有再繼續圍了 然後這邊去專注吃自己的羊肉啊 然後開始打農田 這是日本現在的目標 好那弓兵可以少量的出喔 稍微抵擋一下對手 好那目前看起來 哥德這邊是決定要圍大的喔 這樣子圍就比較安全了 這個果子喔 就可以比較爽爽吃了 如果小圍的話 這個果子一定會被弄到很煩了 好那我們之前的影片也會講過 這個地圖很爛熟 打強軍士喔 確實是很適合的 所以哥德人這邊兩隻棒棒去騷擾 算是前期的強軍士 打得還算蠻不錯的 好這邊有一隻手送掉了 毛病直接解決掉 然後看到日本看到對方已經出毛病的情況下 已經按下了絕世好見 這一擊勝 打回來一下毛病甚至是馬舊的單位喔 錯一下防守 然後後面這邊還要再圍死 好尷尬了 這個毛病一進來可能要死一村喔 這一村直接被擊火喔 剩下一滴血沒有拿掉 哇哥德這邊出現了失誤啊 直接撞了TC就算了 還損失了一堆單位 哇然後那隻村民也沒拿掉 這個交換來說 哥德人偏虧喔 好那日本人突然又可以再打了 接下來就要來看一下 哥德人的城堡時代的選擇 這邊封建時代兩兵可能還會再打一下喔 因為兵有出這個馬舊 馬舊這個肉碼有暗了 所以會稍微反制一下回去 好但是 弓兵很難控 直接被毛兵點光 好弓兵直接死光之後 槍兵就會往前走 哥德人這邊使用槍兵配上毛兵的前壓 其實給日本壓力非常大 日本勢必一定要出兵繼續防守 目前看到日本這邊決定不跟對方玩了 馬舊不繼續出 這邊稍微防下就好 但他這個地圖超爛喔 只有一塊木區喔 比哥的地圖還要爛 這個是真正的 10分左右的地圖 巨爛那種 直接被斷木 太慘了 好但是他的支援量已經快要點到了城堡時代了 但哥德人支援其實也蠻像的 他這邊稍微買賣一下 好也可以點城堡 但是目前日本人這邊木頭被斷的關係喔 待會上城堡時代 打工兵會比較困難 結果左邊怎麼有人在偷偷伐木啊 偷偷去外面伐 這個地圖真是爛到不行 好這個也算是地圖平衡的一種吧 好那日本這邊直接出來想要拖挖伐木嗎 但是不知道有沒有被哥德人這邊看到 好像沒有 繼續攻擊了應該是沒看到 好直接走到底去伐木吧 反正伐木場便宜半價而已 好決定要在下方這邊伐木 看來日本人一定覺得很煩喔 哇這個地圖 超級爛 由於封建時代沒有多挖點木頭 到一道城堡時代喔 很容易斷木 沒辦法蓋TEC喔 甚至蓋任何的建築物 之類的 好 城堡時代一考 哥德這邊決定是打騎士爆 騎士開局 那哥德在城堡時代騎士喔 是跟其他國民是一樣強的 沒什麼太大特別之處 二攻二防都有 而且也有品種 所以在團戰的哥德人來說 如果你是內架的情況下 玩哥德 城堡時代也可以出騎士去幫你的外加攻兵國的 玩家們喔 那我覺得哥德人玩起來算是 還是要偏打 後期哥德位隊喔 這邊騎士也出來 日本人直接出兩隻騎士解掉了所有的毛病 也蓋了一個修道院 準備要來撿生物 TC也蓋了 雙TC開農 哥德這邊是3TC已經補了下去 但是二級馬卡也補了 這邊哥德先生軍事喔 沒有先生經濟喔 3TC開稿 但是沒有全身經濟 而是有些出一些兵 打得還算不錯 這邊招想了一隻老頭之後 老頭直接被砍死 來不及收到TC裡面 這裡五隻騎士直接再度前壓收掉日本許多的單位 日本這邊村民是52村目前領先 但是 軍事上來說有點偏弱 雖然日本人如果也要跟著打騎士的話 也是可以喔 跟日本一樣也是有二攻二防 但是到帝龍時代跟哥德一樣 不能繼續打 但我覺得起始喔 日本人這邊打騎士有點小愧喔 畢竟他是日本 他這邊直接轉這個 長槍兵喔 去防守 雖然會比較被動一點喔 但他這個 長槍兵的攻擊速度特別快速 防守騎士的成本喔 是比較低一點喔 不需要這麼多的長槍兵喔 就可以輕鬆鎖住的 那這以待搭配一些喔 這個森女喔 去做招想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日本會出騎士喔 主要是因為他想要主動權 為什麼要主動權 是因為要騷擾對手 如果你不出騎士的話 哥德這邊就會 毫無忌憚的 一直去攻擊你喔 完全沒有做防守 一直全部OE你家喔 所以日本人這邊的想法喔 只是單純是 不想要打得這麼被動 但我是覺得 新手們喔 去學 日本人這個打法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的手術要求會比較高喔 畢竟你要一直控前方的部隊喔 然後家裡要防守 如果你像我一樣 可能手術沒有那麼快喔 可能已經老了 就可以像我剛剛說的喔 直接出長槍兵跟森柳 在家裡防守 然後出一堆TC 自己開始農上去 然後如果他認不過來 你就拉一堆槍兵直接淹到他家裡 然後家裡鎖死 蓋城堡防守 這樣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相對來說 這個槍兵騷擾就沒這麼強大了 好那這邊聖旅直接開招 招到了兩隻騎士 騎士數量開始被慢慢反超了回去 哥德這邊騎士剩下六隻 這裡哇 六隻可以全招嗎 還沒有 這六隻聖旅沒有機會招到 直接撤退 日本這邊直接開始往前壓 還點下來救贖思想 那個救贖思想 不太確定是要來招什麼 還沒有看到對方攻城器 可能是先預判 哥德這邊可能會出頭車之類的 畢竟他TC這麼前面 他可能覺得對方應該會先做防守 結果沒想到哥德直接下一棟城堡 在前方TC高處旁邊 這邊待會移過來 完全沒法進攻 工兵生女 全部沒法打 好這邊清洗兵直接上前硬 靠老頭只剩下一隻 但是用少量槍兵跟工兵守住了 一隻老頭 還是有點小虧 好下方騎士也是持續騷擾 這邊有個漏洞 直接開扁了起來 這些村民術開始下降 但是哥德人這邊聰明術還是領先的 還是領先到了111村 日本上方也是全面開的 但是日本自己把兵全部送光了 所以現在他只能進入防守狀態 不能再繼續前壓 當然這一波打擊 也是有傷到哥德人一些 而且村民稍微反超了一些 我覺得這看起來好像沒有傷太多 反正是日本這邊 有點小小危險的感覺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 因為他這樣子打 就意味著跟對方說 我all in完了 換你出招了這種感覺 就像玩遊戲網一樣 結束我的回合 準備要來換哥德人的回合 好那這時候 日本人已經點下地龍時代 哥德也點下地龍時代 兩邊時代也都開始升了上去 那地龍時代兩邊互打的一個重點 就是看誰升級巨頭比較快 除此之外呢 還有這個步兵升級這些也是蠻重要的 好那哥德這邊就去用騎士去做 控除的動作 控的其實還算不錯的 這邊高打低有點危險 應該是打不贏了 這邊稍微反擊一下 好風兵出來戳 騎士再繼續拉走 左邊這波騎士繞進來 城堡蓋不起來有點尷尬 日本在上帝王時代的中間這個時期 受受了哥德的騎士暴 哇這個騎士一直砍村民砍得好舒服 左邊這邊高地城堡也建立了起來 哥德的前線已經開始產出了長劍兵 那這個長劍兵待會 升到帝王時代劍兵更誇張 但是哥德人沒有三防 所以他的劍兵勇士會比較弱一點 而且他也沒有軟甲 所以我覺得哥德人待會打起來 會比較害怕劍死單位 但是如果出劍死單位的話 哥德又會出哥德衛隊 所以日本人這邊會比較麻煩一點 可能出個日本武士會好一點 但是任武士需要大量的城堡 但他沒有選擇要打這個 日本武士反而是選擇了雙手劍兵 日本人雙手劍兵其實也是不錯的 也有劍勇可以用 攻擊速度也是加上3% 但現在哥德有這個 減免的效果的關係喔 第一時間已經爆出了大量的步兵單位 直接往前壓 好防禦可以慢慢升上去 直接先升攻擊 防禦才慢慢點 哇這邊看到哥德衛隊 沒有出來 直接打劍兵勇士 直接煙爆日本的領地 日本這邊村民損失非常大量 哇 這一波打起來 日本是不是要直接一波倒了呢 看起來有點危險 哇日本這邊沒有來不及出劍兵勇士防守 兵一直往前送掉了 右側防在補下了一棟城堡 農田只剩下25個人在做 耕種 滿了 BBQ了 哥德初期 帝王世代一爆 爆掉了修道院 三個生物直接噴了出來 日本在後方偷偷蓋了馬舟 出了幾隻騎士在後面偷砍 但是正面已經快要守不住 對方的劍兵勇士傷害太高了 後方巨頭也是完全在輸出中 日本毫無招架之力 拿出了 決決 哇這場比賽打得非常快速 哥德這個最強大的地方 就是這個帝王初期一波 打得非常凶狠 你很難直接守住 除非你的城堡有這個彈道血 而且你有大量的攻兵 那第一時間 如果是哥德人看到這個情況 也不會出劍兵勇士 那如果對方沒有出攻兵情況下 出劍兵勇士 直接跟對方硬打 就是一個蠻好用的決定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是由哥德人這邊拿下所有的勝利 日本人這邊果然是輸了一些 經濟沒有噴得很好 哥德人真的是要玩得好 這個經濟要配得也不錯 你完全不能農 就一直打強軍事 所以這個經濟控制 是玩哥德人的一個核心的 重點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